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大學生電視台 我是主播元勳 自3月18日以來 學生公監立法院已經進入了第三個晚上 然而現場聲援的民眾不減反針 而除了各式的演講和演唱之外 還有一群民眾只是平靜的待在立法院外 低頭寫的什麼 現在就讓記者帶你到現場去一看究竟 記者現在的位置是在立法院前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上掛上的數 然後民眾寫的小卡片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請問一下你現在寫的這個卡片 是對政府的訴求還是什麼呢 呃...就是我對我自己一個人的情緒 然後對...其實目前的事 我希望民眾別人 然後直接在進行 我們原來原文解決的是 民進師父母 請問一下你們辦這個發卡片的活動 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他可以把對台灣的群 還有對政府的情況下 應該都變成了 那把他一起去馬上希望 我們希望他能夠進行 我們希望他可以找到 然後讓我們區馬背後 我們每天都可以回家休息 認為是真的需要站出來的政府 因為我們不是辛苦的進行 那就是讓我們看到我們 我們有不太快來 來到我們去把市民的情緒 現場已經開始下雨了 可是掛在聚碼上的小卡片 依然不畏風雨地表達著人民對政府的訴求和心聲 但是政府依然沒有給現場的民眾一個合理的答覆 究竟這場公民運動會持續到何時呢 讓我們一起持續關注 台大學生電視台 黃炯睿 陳華輝 採訪報導